字幕志愿者 介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教大家如何散砂紙 其實這個砂紙用的工具 在五金售購買 你可以買一些比較粗的砂紙 他有分幾多毫數 有些粗砂紙和幼砂紙 通常用粗和幼砂紙 先用粗砂紙的長身打磨 再用幼砂紙打磨 這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叫砂紙磚 有些尖角出來 到時師傅示範的時候 看到角位可以用它 幫忙散平長身 我現在教你師傅 我們做一個打磨工序給大家看 再用粗砂紙灑金地飛出 一般一般 đó 一直打磨到某個彝护 如果你覺得它很平滑 不需要起伏 師傅拿著燈我要工作 のは白色而不成ictional 所以用燈照著長身 會比較容易wert到高低起伏 一般打磨到膨牌 你就會覺得它差不多的質量 便算用細砂紙包清 用砂紙去做 現在轉了 再磨細一點,再滑一點 以上這個 就是砂紙的工具 埋角位,我們用這個砂紙磚 可以幫助我們 埋角位自己做的 今天我們砂紙的工具 教好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認識到 砂紙磚